152 澳門日報 美清授IS古惑以思恐襲 2015年7月15日要問B09中新社紐約十三日電 波士頓一名警監之旨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旗的古惑 密謀在大學餐廳引爆高壓窩炸彈 還準備在網上直播處決學生 波士頓警監之旨據波士頓官方十三日披露 這個名叫阿力山大希科洛的23歲男子於本月四日被捕時身上攜帶大量武器 此前 他已經被警方嚴密監視 由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臥底特工與資聯絡提供所謂武器等 根據官方公布的文件 阿力山大希科洛告訴特工人員 他打算在大學宿舍或自助餐廳實施恐襲 還準備在互聯網上直播處決學生 警方稱 他的父親羅伯特希科洛是一名波士頓警監 據說正是他提醒聯邦調查局注意自己而止對伊斯蘭國的興趣 去年九月 調查人員收到舉報稱 阿力山大希科洛打算到海外去為伊斯蘭國參戰 舉報人稱 他長期運有精神疾病 其名下的網絡社交帳號顯示他對所謂遜難感興趣 後來 一名臥底特工開始與阿力山大希科洛聯絡 得知他企圖用高壓窩炸彈襲擊警察局等 不過 他後來改變了主意 打算襲擊大學餐廳 靈感源於北馬案據稱 阿力山大希科洛在馬薩朱塞海州北加當時的一家 翼爾馬超市買了一個高壓窩 而他的靈感正是來源於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當時 兩名兇手在馬拉松中點引爆兩個高壓窩炸彈 導致三人身亡 如260人受傷 兇手之一的招哈爾薩納野夫不久前剛被判死刑 本月初 在阿力山大希科洛的要求下 一名臥底特工交給他四把槍 隨後阿力山大希科洛被逮捕 調查人員說 他們在其公寓內找到燃燒彈 兩把大撼刀和一把長彎刀 居羅伯特希科洛說 阿力山大希科洛長期都有精神問題 官方稱 當他被帶到醫院治療時 他還用不襲擊護士的頭 刺穿他的皮膚 照片 terraー大女 那兩個陽子 女醒 사람 還是代表 cho他們 答案 dato アICES 答案